好,那我们下边接着为大家讲解最后的一个大作业 我们还是再来回顾一下上节课所讲的这三个我经常会去上的网站 还有,然后就是我们这节课的课程大纲 那这节课也是倒数的第二节 后边还有一节我们就全部讲完了 好,那现在我们直接回到牧师5 我们再来播放看一下上节课所讲的案例 好,那做到现在这个样子 动画已经几乎很多元件都已经建完了 那么下边我们就需要把它做一个错针运动 我们来看一下 好,下边我们先来对第一个元件进行向后挪 挪动它的位置 在下边一个我们继续向后挪动 好,全部是在时间轴上对所有的涂层元件 进行时间轴上的位置变化 好,就是像我现在做的这个样子 把所有的涂层都挫开位置 挫开它们的初始位置和结束位置 好,继续向下做 那这一个操作效果呢 就是我所说的挫针运动 那挫针运动就是使所有的元件的初始位置 初始关键针都不是在同一个时间点上 那它们就产生了一个错位运动的感觉 好,接着往下 再往下走 我们继续把所有的涂层都要做一个错位的感觉 好,此时我们来播放看一下 好像效果不是太明显 因为下边有很多的层是同样的 第一针开始 我们接着对下边的图层进行编辑 好,就是像我现在做的这个样子 好,继续 那下边我就不再多说了 所有的操作 你看显示器全部可以学会这样的错针运动 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在我们其实做动效的过程中呢 你对很多的元件建立好了图层和关键针的位置 那很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其实就是错针运动 那错针运动可以让你的元件运动看起来更加的丰富 效果更加的好看一些 其实在很多的 你去在网上去搜看很多的动效 然后很多的动效都会采用错针运动的效果 那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是建立了一个遮罩群组 那么你同时要选择遮罩和想要更改播放时长的对象 把它们一起拖动 好,下面继续 继续对图层进行拖动 好,下面我们继续拖动 那刚才也说到了你要去别的网站上看动效 当然Dribble是特别多的一个动效网站 那它,但是它有它自己的局限性 不像我们国内,国内其实有很多网站 还是挺不错的 3W.UGF,还有UI中国 然后在张库 其实都有一些动效的设计 那你都可以去观看 然后去学习 去下载模板 然后去练习 去操作 当你练习的多了 当你练习的动效非常多的时候 把所有的动效结合起来 其实它已经是完整的一部动画了 对吧 只要把所有的元件做出来 所有的元件都会动 然后再加上转场 那么这三个条件 其实就是我们在第一节课 或者是第二节课 为大家介绍梦生动画的时候 所介绍的 那梦生动画最三个关键的因素 运动 转场 还有就是平面 对吧 这三个效果 这三个元素是最最重要的 好 下面我们快速的把所有的图仓 再继续编辑它们的错位 在这里我再多说一些 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 像是把图片也做成了动效的效果 然后它里边有局部的地方会动 那以后我可能会在高阶的教程中 来为大家讲解 图片或者是影像 怎么建立更好玩的动效效果 包括影视后期 没准我也会为大家讲解一些 虽然不是我的强项 我也会尽量把我绘的知识告诉给大家 刚才说到的那些照片 我是在YouTube里边 然后看到了很多 那它觉得 觉得里边的素材有些还是挺不错的 对吧 然后也会下载下来自己欣赏 或者是怎样的 对吧 好 其实说这么多呢 也都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的动画 动效做得更好 确实因为 motion动画这个动画表现形式出现的 岁月也只有短短的五六年四五年的样子 所以它的发展还会有一定的持续性 所以大家现在来学动效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 而且特别是在现在 APP发展这么迅速的一个时代 他们所有的里边 包括概念 包括原型 都是要考虑运动规律 运动效果的 这对我们动效设计师 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缺口 我们都可以去做尝试 好 在这里非常感谢麦子学院 能为大家提供这么高清的视频源 那你看到我画面中的所有的操作 都能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我的放出来的视频源 也都是高清的 对 它比优酷土豆这些都要好好很多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已经建立好了错位运动的效果 那还有一些需要修改的地方 我们继续在做 我们继续在做 微调 在画面中你能够看到 画面刚刚开始是青颜色的还有海水的样子 然后所有的元件都有了一个弹入弹出的效果 然后陆地是最先出来的 然后依次出现树木啊 房子啊 道路 小汽车这样的所有的小元件 好下边我要再对马路进行一个编辑 我来调整一下马路的播放时长 好再来调整一下它的播放速度 好看到现在觉得还不错 那我们下面把整个项目拉长 让整个项目啊 让整个项目的所有元件也变得持续时间稍微长一些 好 我下面就需要让画面中所有的元素时长都要变长 让它延伸到两秒多一点的位置 好 我就慢慢的操作 然后这个操作的快捷键就是选中所要变长的图层 然后按下欧键就可以了 看全选按欧键就可以了 好 下面我一步一步的把所有的图层都延长一下 好 继续 继续选择我们想要延长的图层 选中它们按下欧键 好 继继续 好 反复这样操作 选中所有的层 然后按下欧键即可 好 同时试音机也需要延长 那上边其实我们已经把错位运动已经建立完成了 那所有动画 那所有元件的出现已经搞定了 那下面我就是要在动画的运动过程中来为里边的某些元件添加一些细节 那现在所添加的细节就是要为云彩添加一个上下位移的关键帧变化 我们现在来到云的图层来为它打上第一个关键帧 然后向后走 然后再打上位置关键帧 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让云彩有一个上下位移的关键帧动作 好 下边我们渲染一下 好 渲染完成 我们来播放看一下 好 现在能够看到这个云彩有了一个上下位移的效果 但它好像运动的有一点点快 对吧 我们再来对云彩位移效果略做修改 让它位移的稍微运动距离稍微小一点点 好 就是画面中白色云彩运动的这个效果 能够看到它吧 好 那么下边我们继续为下一朵云彩建立上下位移关键帧运动 好 选择这朵云彩来到这一帧 添加位置关键帧 向后走 继续添加位置关键帧 好 继续添加位置关键帧 那上下位移所改变的只是外轴的位置 对吧 只有外轴上下的变换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先把所有的关键帧都打好 然后隔针来修改外轴的数值就可以了 好 隔针来修改外轴的位置 再隔针修改外轴 好 第一帧 好 下边我们再继续为这一朵云彩添加位置运动关键帧 打上第一帧 向后走 好 继续建立关键帧 建立关键帧 好 关键帧也建立完成了 那下边同样是隔针修改外轴位置 看到要隔针修改外轴位置 隔针修改外轴位置 好 这个云彩的关键帧也建立好了 下面我来 我们来播放看一下 好 现在画面中同时有了三朵云彩 会有一个上下位移的效果 好 那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剩下的更多的细节 我们留在最后一节大作业B之中 好 同学们下节课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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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